大家好,我是老沐 今天这期视频呢,要给大家录制的是 亚伟的First Love的整体的一个教学视频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这首曲呢 有专辑版,还有现场演唱会版 还有很多的翻弹的版本 我在自学的时候呢,是融合的专辑版和演唱会版一起学的 然后呢,拼到一起呢,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呢,这个曲谱我把它制作出来之后 它既不是专辑版,也不是完全的演唱会版 但是更贴近于演唱会版 所以大家学的时候呢,也就是说 弹奏的是我录制的那个版本 然后呢,咱们先说一下调弦 在你标准调弦的情况之下 6弦你要降到,6弦你要从E降到C 5弦从A降到G 然后E弦从E降到D 其他的是不变的 如果不会调弦或者不知道该怎么降弦呢 可以去我的主页去搜调弦教学的视频 就OK了,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把这个曲子教学之前的分段 先是intro部分 1到8小节 非常短 咱们呢,一点一点学不要着急 1到8小节是intro 然后A段呢,我分成的是9到24小节 也不长 然后B段呢,是25到38小节 B段学完之后 对第一遍整段其实已经谈完了 那么中间还有一个小的桥段 你看39到42小节 只有39,44,14,42 四个小节 分成这么一个 单独一个视频 再往后 A2段 就是说它A1段和A2段其实差不多 但是A2段是用打AM的这一段 单分的 然后B2段呢 和桥段2是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 因为B2段前面基本都是一样的 只有在71到74小节 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很好学 也就是说你把前面都学完了 后边非常容易 C段 75到88小节 虽然说这个小节数很多 但是其实呢 区别只在于81 到88小节 然后结尾 88到96 那我们这曲子就学完了 那咱们这个第一个视频呢 咱们先学 intro部分的 1到8小节 在开始讲解之前呢 我先把这个1到8小节 整体的演示一遍 大家听一下心里有个概念 知道这一个视频里边 学的到底是从哪到哪 在我弹作的那个版本里边呢 因为我加了很大的混响 所以说呢 就算音是单的 它也不显得单薄 我是这样弹的 我是单音弹的 但是在曲谱里呢 和那个专辑版里边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第一个指法 就是你看 0 8 10 3弦0 2弦8 1弦10 那么我们用小拇指 按在1弦10 然后呢 中指按在2弦8 然后呢 按住这个和弦之后 我会把无名指 放在1弦9 把实指放在1弦7 为什么 因为你看 这一个小节里边 第一个音是0 8 10 第二个是1弦9 然后是1弦7 然后是2弦8 对吧 所以我会提前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小拇指在1弦10 无名指在1弦9 实指在1弦7 中指呢 始终在2弦8 然后我们做一个 123弦的爬音 这是第一下 然后 1弦9的时候 把小拇指弹开 然后1弦7的时候 把无名指弹开 然后 2弦8 2弦8 然后你看啊 下一个音是2弦3 对吧 2弦3的这个音 和1弦0 其实是一个音 但是它因为在不同的弦 所以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比较习惯于弹的是1弦0 如果你弹的是1弦3 如果你弹的是2弦3 那么第二小节的 我们看这个 4弦4 我们就弹4弦4 如果你弹的是1弦0 你也可以弹4弦4 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音在哪呢 在 5弦11 弹5弦11的好处在哪 在于你接第三小节的时候 距离比较短 看就过来了 所以我比较习惯于是这样弹 我会弹5弦11片 会方便一些 这个看大家习惯 OK 那我们一二小节就已经讲完了 第三小节 如果我弹的是5弦11 我把无名指顺势抬到 看5弦9 小拇指落在1弦9 中指落在2弦8 做一个5弦2弦1弦的爬音 然后 117弹两下 把小拇指挪开 把 拇指落上去 落到117点 我做的夸张一点 应该可以看出来 然后 下面两个音 2弦8 2弦8 我中指一直摁着呢 然后 2弦7 用 把 拇指摟过来 弹一下 然后7到8的机弦 再弹一下 然后第四小节 4弦0 然后 4弦0之后 我们看 1弦的 要不2弦的 8 7 弹两下 1弦0 2弦0 然后 2弦的3到5 我先把 1到4小节 弹一下 这是1到4小节 然后呢 第5小节 紧接着接的就是根音 6弦6弦0 6弦0 4弦0 然后你看 3弦的0到2 7弦 2弦0 然后0到2 对吧 对吧 第6小节 一个4弦的空弦0 其实这个都是接的很 就时间很长的 所以说 没必要说一个小节 一个小节的死扣 只是你只要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你看 第5小节 第6小节的0 然后弦一支弦 然后3弦0 4弦4 3弦0 OK 咱们再把1到6过一下 这是可以连到一起的 1到6 然后7和8 非常简单 先是第7小节的空弦 54 3 2 4 5 4 3 2 4 这个和弦 其实就是一个AM7 我们用十指按在2弦1品 中指按在4弦2品 没了 做一个 5 4 3 5 4 3 2 的爬音 对 然后第8小节 全松开 做一个5 2 5弦3 2 弦的爬音 然后 这个 印戳部分 咱们就学完了 这个虽然很简单 但是熟悉起来需要时间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一个视频 就是说 分的分的这么细这么短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一个之后再学下一个 OK 那咱们 学完这个之后 一起来看第二个教学视频 在这一个视频 所以说它是 我用了一个视频